蓝团TFBOYS成员易烊千玺拥有高人气 日前跟助力到云南旅行 被网友募集蹲在路边 疑似借用餐厅WiFi玩手机 意外引发粉丝热议 被调侃好亲民 不过易烊千玺最近讲起这件事 害羞澄清当时其实不是要蹭WiFi 只是看到有人在拍照 觉得尴尬才蹲下 没想到又变成网友瞩目焦点 TFBOYS成员日前获得休假 在人分别出游或在家休息 易烊千玺则是搭火车到云南旅行 在大理被粉丝目击戴着口罩 蹲在烤肉店前面玩手机 还一连换了好几个姿势 被推测是在蹭餐厅的WiFi 意外引来网友调侃 好可爱 果然是年轻人 不过易烊千玺近日出席活动 北路媒好奇问几层WiFi这件事 立刻害羞的笑了起来 连连摇头解释没有层WiFi 是因为当时助力去旁边的公共厕所 他才一个人站在路边等待 我被一群小学生认出来 他们拿手机拍 挺尴尬的 我就蹲下来了 没想到被误会成蹭WiFi 另一旁的王俊凯王源也忍不住发笑 消息曝光后 易烊千玺回应蹭WiFi成为微博热搜辞 网友被尴尬的我蹲下来 这句话吸引注意力 爆笑直呼 萌哭了 以为蹲下来就没人看到你了吗 也说易烊千玺应该会带起新潮流 看来又多了一个网络红子 我说你不想到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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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